王宝强和马荣的事,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,谁也没想到曾经的恩爱夫妻,如今竟然闹成这个样子。 很多人都说马荣是最有赢得,另外一方面也替王宝强感到非常着急,大家觉得马荣竟然把王宝强的家底骗得一分不胜。 出了事情,还有陈思成这样的好朋友在背后帮忙,这样一个善良单纯的人,在这个云龙混杂的娱乐圈,到底是怎么生活下来的? 所以说王宝强这个人是真的很傻吗?傻的,就像他演过的角色一样。 现在看王宝强所做的一切好像并不是,毕竟有句话叫做大于弱智,如果没有聪明的脑袋,怎么能在娱乐圈里混得那么开? 王宝强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庄,八岁时他偶然在村里看了一部电影《少林寺》,然后忙生了去少林寺学武的想法。 后来王宝强的梦想,就是成为一个武打明星,但是他的爸爸觉得我们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,再加上你年龄那么小,去了去做什么? 但是王宝强还是执意要去少林寺,最后实在没办法,家里扭不过他,就只好把他送去学习武术。 所以王宝强的童年都是在少林寺度过的,其实我们如今来看一个八岁的少年,能够有这样的想法,这样的行动力,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 毕竟是还能记得自己八岁喜欢的东西是什么,王宝强在少林寺学了很多年,大家都知道学习武术是一件非常苦的事情,尤其是在少林寺这种地方。 而且王宝强的师父,也曾经告诉过媒体一句话,那就是王宝强是一个悟性很高的孩子,不怕吃苦,不怕累,除了练武术以外,还要打扫卫生,做各种各样的苦力。 王宝强从来没有过怨言,看得出来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,真的付出了自己的所有,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,能够有这样的定力,真的很不容易。 15岁的王宝强离开了少林寺之后,穿着身上的600块钱就来到了北京,开始实现他舞蹈明星的梦。 在北京的前四年,王宝强一边做建筑工地的工人,一边在北京电影厂门口蹲点,他曾经受过多少的苦,我们看到的访谈就能看得出来,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是一个草根演员,被删过,耳光也被打过,如果现在很多人遇到这种事情,可能就会反强过去。 但是王宝强却把这一切都忍下来了,真正能够让王宝强有演出机会的是盲景。 因为为了拍摄这部电影,必须要亲自下门矿,没有人敢做,除了王宝强,20岁的王宝强,也得到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奖。 所以我们从很多和王宝强合作过的人口中都知道,王宝强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,看得出来他知道怎么去示弱,知道去成现代人,这才是王宝强的大智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